首先在标志那角度跌穿了4000点左右的水平 但是如果差一些外国的评论或者一些分析 再加上图表自己本身 我觉得如果可以跌到大概3800点以下 就是低一点所谓的水平 正常来说应该可以一手 因为这样的估值 其实去到大概在整个角度大概是17倍PE 这个PE虽然你都不是听下去特别便宜 但是其实平贵的定义都要相对每一个市场自己而定 那我们香港那些其实一向都是便宜的 甚至是一些银行股一向便宜到过位数字 那其实我们只是市场又不可以和美国对比 那对比美国是不仅是超过100年的股市 那我们对比它自己这么多年的平均统计的数据 那其实如果标志房是去到大概17倍PE附近 那通常都是有力去一手的 那其实有部分的是所谓的时段 甚至可能去到这个价位来说 就已经差不多去到它市有体的低位了 那所以我们无论是所谓一个市有的低位 或者是中途的一个乘折去到这些这样的价位 就应该就有力去一手的这个 那同样地呢 其实这个这样跌了幅度的话 也都是去到 但回到道指或者是纳指的身上呢 就如果是推算回到大概是 如果是道指的话 就大概是相对回到3万1千点附近这样的水平 那如果是纳指的话 那大概就是1万1千点这样的水平 那有些人也是气清的 如果是1万1千点的话 可能有些人说可能今天都到了这个 因为其实它每一天都是用几百点的速度向下跌的 那昨天也是更加誇張的 那纳指是可以跌到更厉害 是3万点的道指的 因为道指跌大概是五六百点 那但是纳指一个这么小的基数都跌500点的 这个OK 所以变成了就是说 其实现在每一天都跌300点或以上的情况之下 你要去到1万1千点都其实都坦白说 都去到差不多了 这个OK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去到那些这样的价位 其实也都应该理论上要有一定的乘托 因为如果这些位置都完全没有乘托 继续向下跌的话 其实那些股票是跌到可以难以想象的水平 就是一些MegaCamp的股份 因为你看到最后一句就是说 比如昨天好像是Tesla 或者一些晶片股 那样它在纳指跌5个%的情况之下 但是它们是跌差不多10个%的 那如果我们推险回 你继续用这样的速率去跌的话 你纳指每天500点的它都要跌11% 那很快坦白说这个跌到 那其实是不是这么容易 好像粉末那样去到无差呢 这个它们又不是纯PSA的股份 那正常不应该这样的 那如果我们这样推险的话 就应该去到某些价位 就是刚才我们说 我自己觉得那些这样的价位 就应该要妥妥的了 怎么也正常来说 如果不然 那后果都挺严重的了